大家好,我是屈儿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这里每天分享真实的养老故事和养生知识 很多父母退休之后,每个月的退休金比儿女的工资还高 按理来说,他们退休之后就可以安详晚年,好好的享受生活了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压力比较大 父母退休后舍不得儿子太累 不仅主动帮忙带孩子,也会主动拿一些退休金补贴儿子一家 但是付出是相互的 只要儿子懂得感恩,父母为儿子付出再多都觉得值了 如果付出换不来感恩或者回报 就算父母再爱孩子,也会感到失望的 五一假期来临之前 周阿姨决定出三万块钱 带着全家人去云南旅游 但是出发的前一天,儿子却不让周阿姨去了 周阿姨得知儿子要带亲家出去旅游 却让他在家带孩子 气愤不已 当天晚上,周阿姨做了两个决定 虽然这个决定惹恼了儿子和儿媳 但是周阿姨不后悔 来自周阿姨的知数 我父亲兄弟姐妹七个 他是家里唯一读过书的 也是家里最有出息的孩子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一家小学当老师 父亲不希望我像其他兄弟姐妹的孩子一样 一辈子困在庄家地和孩子身上 过一眼就能忘到头的生活 所以从小就对我要求很严 希望我学有所成 我读小学的时候 爷爷生了一场大币 需要花不少钱 母亲劝父亲别让我继续读书了 把我交学费的钱给爷爷看病 我是女孩子,早晚要出嫁 没必要浪费家里的钱 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 他说就是砸锅卖铁 也要让我继续读书 因为父亲的坚持 我才能如愿考进国企 我参加工作之后 我每个月挣的钱都舍不得花 储蓄生活费都交给父亲 父亲那会儿已经到了小学校长 他用不到我的钱 就把我给他的工资攒了起来 给我当陪价 我的丈夫和我在同一家单位上班 他的能力比我高 待遇也比我高 父亲很满意这一门婚事 那一会儿我们夫妻两个月的工资加起来 比在老家打工的表姐 他们要高好几倍 他们都很羡慕我 过年时回去 看到他们因为财名有眼的事 吵架 我很庆幸当年父亲能坚持让我读书 才让我有了更好的生活 我和丈夫都是事业心比较重的人 所以婚后我们只生了一个孩子 我对儿子寄予了很深的厚望 我们不要求他做多大的事业 但至少要考上大学 和我们一样进入国企 或者事业单位上班吧 如果他过得不如我们 我心里肯定不舒服 偏偏儿子从小就不是读书的苗子 虽然我和丈夫每天下了班辅导他学习 父亲退休之后也经常指导他 告诉他如何掌握重点知识 但是他要么听不懂 要么听懂了 过一会全忘了 儿子从小就读书 成绩频频 后来勉强上了一所普通的大转 毕业之后在一家工厂当了技术员 一个月拿几千块的工资 儿子结婚的时候 我和老伴给他一辆车 一到一百平方左右的婚房 房子储蓄供摊面积有八十五平方左右 房子是贷款买的 儿子每个月的工资太低 所以房贷都是老伴还 老伴退休的第二年 因为老学生去世 房贷就由我来还 老伴去世的时候 儿子想让我搬过去和他们一起住 我拒绝了 我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 儿媳偶尔来看望我 看到我用的化妆品 会说我花钱太厉害 他都舍不得用这么好的化妆品 冬天天冷 我给自己买了一件披萨 儿媳看见了 他会说几句酸话 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我担心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 儿媳看不惯我花钱的方式容易产生矛盾 所以儿子劝了我好几次都被我驳回了 老伴走之后 我一个人生活虽然有一些孤独 但是也自在 我每天早起 晨跑一小时 晚上吃完饭 去河边散步 跳广场舞 很多人都夸我气势好 比实际年龄 年轻好几岁 谁不喜欢听公围的话 不管对方是真心还是假意 我听了心里都高兴 我55岁这一年 儿媳怀孕了 儿子说他们现在住的房子有点小 想换一间大一点的房子 我去照顾儿媳的时候 发现家里有三间卧室 其中一间被儿媳当成储藏室 追放东西了 另一间卧室有点小 只能放下一米五的床和一个小柜子 孩子出生了 要是放一庄婴儿床 还有婴儿用的东西 确实有点挤了 儿子说 妈 我和莉莉还打算要二摊呢 我们请不起保姆 以后肯定要麻烦你帮我们带孩子 要不咱们趁孩子还没出生 就把房子换了吧 以后孩子出生了 你住者也舒心 我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 儿子难为情的说 妈 换房子需要钱 你也知道我每个月的工资 没有多少钱 莉莉的工资也只够她自己花 我们实在拿不出钱 考虑到我以后要在儿子家住很多年 我一咬牙拿出了二十万 儿子把这套房子卖了 加上我给的二十万 换了一套一百二十平方的大房子 儿媳做月子的时候 我负责买菜做饭 给儿媳做各种营养汤 家里的水电也是我出 时间长了 儿子和儿媳妇认为我出钱是应该的 没有提过给我钱买菜和交水电费的事 我心想都是自己的孩子 没必要在金钱上经济计较再说了 我每个月退休工资有八千块 去掉两千块的生活费 还有给儿子还房贷的两千块 还能涨四千块的养老钱了 但是儿子出了月子之后 家里没有尿布丝和奶粉 儿媳都让我去买 他不给我钱 我只能自己出钱 本来我还想着传一点养老钱 结果钱没有传到 基本上都花在儿子的小家庭上面了 我和儿子谈了一次 我可以买菜做饭 出水电费给他还房贷 但是孩子的开销不能都是我出 孩子是他们的 他们当父母花钱是应该的 如果他们不出钱 我就不帮忙带孩子 儿子知道我的性格就是说到做到 只能同意 儿子一岁的时候 疫情来了 儿媳又怀了二胎 儿子和儿媳的工资都缩了不少 好在我退休金支撑着这个家 儿子和儿媳的日子才好过一些 疫情放开之后 我的很多姐妹都出去旅游了 我看他们发的旅游照片 羡慕得不行 也想着出去旅游 儿媳说 妈出去旅游就要花钱 咱们一家几口要花不少钱 我可舍不得 我知道儿媳心疼钱 我提议我出钱 我一带全家出去旅游 大孙子也上幼儿园了 刚好外出见见四面 小孩子乖巧懂事 比较好带 出门也省心 听到我出钱 儿子和儿媳高兴坏了 可不一会儿儿媳说 哎 还是咱妈享福啊 有退休金 想去哪就去哪 不像我爸妈 没有退休金 也没有钱 这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 咱们省了 亲家夫妻俩 老实本分 我和亲家母也聊得来 我告诉儿媳 这样吧 我出三万块 咱们带着你爸妈 一起出去旅游 人多也热闹 儿媳心情好 难得下厨做了一顿 我爱吃的饭菜 我们边吃饭 和亲家母边视频 讨论去海边 还是去古镇 亲家母想去云南 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我们一拍即合 五一去云南旅行 去云南之前 我把旅行用到的东西 都买齐了 还准备了好几条 五颜六色的丝巾和长裙 留着拍照的时候用 可五一的前一天 我正在卧室收拾孩子 需要用的东西 儿子突然进门 要和我商量一件事 我问儿子 是不是怕花钱 我已经把钱准备好了 来回都不用他出钱 儿子说妈 不是钱的事 我本来问同事借了七个座的车 但是他临时不能借给我了 咱们的车是五座 如果咱们都去的话 就抄云了 然后我说 那就让你的岳父母别去了 下次有机会 咱们再一起去吧 大不了到时候 他们旅游 我出钱罢了 儿子说 妈 我和莉莉商量了 乐乐还小 正在闹人的时候 我怕长途旅行 孩子会哭闹 你不是坐车晕车吗 刚好你和乐乐就别去 我和莉莉带着大宝 还有她的爸妈去 我没有说话 儿子见我脸是不好看 急忙解释 妈 我不是不让你去 是车子 实在坐不下这么多人 咱们要去四天 我怕你带乐乐累着 所以我想等乐乐大一些 咱们再去 到时候我们一家人单独去行吗 我知道儿子已经和儿媳商量好了 儿子不是来征求我的意见 是来通知我的 我既然你都打算好了 那我就不去了 你们去吧 祝你们玩得愉快 儿子笑了 妈 我就知道你还是疼我的 谢谢妈 我把准备旅游用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我整理了好一会儿 儿子还在卧室待着不走 我问他还有什么事要说 儿子说 妈 你还没有把你准备好的三万块钱给我呢 你不给我 我怎么去 我乐了 我又不去旅游 我干嘛出钱呢 你们想去 你们就自己出钱呗 我不想搭理儿子 就去客厅陪二宝玩了 儿子在后面解释 他知道这么做委屈了我 不过他也是为我和乐乐考虑 我要是心疼钱 给他两万 或者一万五千块也行 儿子跟在我后面问我要钱 我越想越生气 晚上吃完饭 儿子和儿媳开车去接亲家的时候 我把我的东西收拾好 放在了小区门口的保安亭里 儿子回来后 我把乐乐交给他照顾 我借口出门溜弯 杯子包裹 回了我自己的家 晚上十点多 儿子给我打电话 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告诉儿子 我已经和我的好姐妹约好了 去云南玩 机票已经订好了 既然他不让我去 我就自己去 以后儿子的房贷我也不帮忙还了 我帮他带孩子这么多年出钱出力 对得起母亲和奶奶这两个称呼了 我挂了电话 我就把手机关机了 5月3号 我和好姐妹去了云南 不用带孙子 不用做家务 我感觉很轻松 很快乐 儿子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接 给我发信息 我也没有回 我对儿子的小家无怨无悔的付出 但是儿子宁愿拿我的钱带亲家去旅游 也不让我去 既然如此 我不如将这笔钱花在自己身上 儿子不懂得感恩 我又何必一味的委屈自己呢 如今我只想好好享受退休的生活 至于以后的事 先过好当下再说吧 下约